这盘棋讲解是2016年的碧骨圆杯全国冠军央行赛 第三轮离来群对战的是郑伟通 双方是当头炮对屏风马战型 红方上的是边马 黑方先挺散足 红方形成武器炮 黑方上马封鞠 红方先把鞠过河 黑方正敞出大子 红方出去以后黑方补视 红方抢先出来 黑方则是两头蛇 让对方马不火 红方就先冲边兵 那黑方把鞠量出来 这儿红方再冲中兵 黑方进炮又把鞠赶走 红方顺势退回 黑方就马尔尽切进去了 这个鞠走得很凶 踩着炮 那么红方炮退一步 主要是掩护自己的七路线 炮八进二 巡河 那么红方居六进一 他的目的是平居牵制鞠炮 找机会进去勒丝嘛 那黑方他不让 进炮 抢先就打鞠 红方还是这个道理 你打鞠你这边一吃是空门啊 所以呢不敢 他租三进一 面对这个棋 红方可以捕食 黑方如果冲啊 滚掉就行 打鞠的话闪开啊 这边一吃是一个交换 那这种棋应该说 红方完全可战 因为他这个炮 守住七路线 黑方呢暂时没法突破 这儿的话 现在黑方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炮打中兵 一个是炮二匹三 假设打鞠 他这个兵其实可以过来 到这儿呢 就要威胁你几个马 如果你选择向鞠 他就可以腾出手来 吃这个字 你还不能吃 因为一只双 叫狮子 所以呢 这是一路变化 那么另一路变化 就是平炮过来 就是不让对方啊 这么轻易的充足 这马就上来了 把他定住 那这个棋 其实红方可以线一个中兵 然后上马 这边有个炮 打向的变化 仍然是厉害 你正常可能还得 这个连起来才行 那这儿的话 他可以把鞠平过来 就是要往里点 起伏这个马 关键你还不能长 你一长到挑 要么你鞠抽了 你长起来 那么他就连进来 到这儿 这个窝草马杀起很厉害 你得先去解救啊 将军啊 上来之后就抓马 这个马是要丢定的 因为就算你逃 你只是帮对方走起而已 为什么呢 回马一将啊 上去的话可能危险 下来的话 踩尸不断利用你 出来的话一点将啊 最终还是可以把它吃掉 所以呢 那红方可以呢 掀起后取啊 狮子负得 所以这路骑他 本身啊 都可以下 那么临场 他走的是 抛弃屏物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炮呢 是在掩护自己的 气路线 那你走开之后呢 这儿他就现一个 你一吃 他这边呢 打着局 所以呢 红方是想抢先手吃马 结果黑方先打局去了 红方就又躲啊 黑方临场就保这个马 其实到这儿 完全可以不用保 就冲下去啊 只要你敢吃 这个炮一瓶打向呀 对方可能要崩啊 他可能认为 对方能对炮吧 那么黑方还有足三金的翘手 正常你得吃 走到这儿以后 他还有炮二进三的好气 你顾不上吃炮打着局 那你正常离开以后呀 他上马再打你 最终你刚离开 这边一扫过来 就把这个局给打死了 所以他这个套路呀 不可一不凶狠 这儿都有齐 那么刚才这路变化 应该说是非常犀利了 关于这样一个棋 那么对方啊 假设他把他踩掉 我不贪吃你的子 人家被鋭打了 所以说这个棋啊 确实不好处理 可见竹三金啊 在炮二瓶三就相当厉害 但临场的话 黑方啊 这惯性思维 你吃我的马我上 也没问题 黑方的这里是反先之士 虎方呢 不太好处理 到这儿的话 他只能够是平居顶马 想办法对方看着进去桌 通过对一个局啊 下风中 以弓带手吧 临场他就给吃了 这个吃了之后 和刚才人家拱下去 道理是一样 你这边空了 不同的区别在于 就这个炮他可能不敢过来 担心人家给他一局换双 所以呢 他走个回马先枪 先踩拘 下一步还是要贯彻 炮二瓶三 太狠 所以呢 他又拘平过来 不让你炮二瓶三走到 把你赶走就好了 那这时候呢 这个棋啊 你要跳江 还是一局换双 黑方肯定不愿意给他换双 他走的是马六推四 下一步骑你不是不走吗 平炮打狙 打门弓 硬是要逼迫你 看怎么走 这个骑压力确实挺大 红方 炮打出来 黑方这边一打狙 红方意思是我 填一个马给你 但是黑方一招马三进五 这招去吸力啊 不但打狙 这边还踩狙 那么红方 他很想一局换双 但是他不敢踩 为什么呢 看着一踩 你一打我也踩 其实这还丢着狙啊 人家可以先来一步打门弓 逼你去表态 这样的话你双鞠不在 那这个骑啊 双鞠杀一个五局 这骑黑方肯定要获胜的 所以这马三进五是一步好骑 但是关键打着双鞠 他没办法 他就用炮打掉算了 那这样的话 黑方简明 打个鞠 到这儿就得死了 红方这个骑呢 他是希望走这个兵五进一 但临场他是鞠三进二吃马 没敢这么下 为什么呢 如果要走这个骑 黑方刚好可以上马 接力打力 打着鞠 对方这里啊 要么就走鞠 要么就点炮 这骑呢 肯定不利 假设你现在走鞠 他有一个鞠二平四 下一招下底炮啊 硬杀底势的骑 受不了 那么你现在进炮 准备这么一刚 他这里就简明给你换掉 如果你鞠吃 他进鞠 抓马你受不了 所以你很可能会踩掉 踩完之后 他有一个鞠二平四 你看着冲兵不给他吃 找机会还要破 还要上 其实根本没机会出手 他一将跟你换 看似是一个交换 实则他先打过去打着鞠 逼你离开 你好不容易离开了 他把马吃了 你拱向想杀他 一招出老将呀 神龙白尾 下一步棋啊 杀底势反杀 所以这个棋啊 套路很深 到这里之后 那红方一看 冲中兵没有用呀 索性直接过来吃啊 避免被他上马打鞠所利用 黑方还是这么一招棋 红方到这里啊 直接就破相 想推杀一下 那就相调 打出来一将 这边他就出来了 他料定你不能将他 因为他马在这里 到这以后呢 红方也就上马了 因为他想飞向 又怕人家打过来先打鞠 你还过不去 所以他索性上马 跟他换 这样的话 那正常是要换掉的 换完之后 他可以一将啊 破式再打将 利用一下 他鞠马炮还能有所反扑 但是这个棋 他没有想到的是 黑方走出了 鞠二进三的抢手 此招可谓是天外非先呀 你要对鞠呢 你没骑 对方啊 眼看黑方已经手术要到 所以就认输了 比方说你不认输 退一步 想过来 那么此时 那这个棋 他为什么要认输呢 因为黑方 有一招拒二平四 非常凶狠 现在他要杀底士 一旦你不是 进居一锁马 就完了 所以他能走 就是把这个炮 抬掉 顺便看住底士 即便如此 黑方还是进居啊 直接可以抢他的 这个马持 因为你不能飞向 抓他的马 他这个棋啊 强行下底炮杀你 天地炮 那这个棋 你要是吃掉之后 双击错 不吃的话 就杀棋了 所以凶狠啊 到这你正常 可能要退回 他挂脚一将 你受不了 上来之后 回马一将 采鞠都是小事 关键杀棋 因为你下取 波朝一将 上来点死了 那正常的话 上来点死就出 出来的话 他这边呀 吃鞠 那可以否则是一个 不太到位的棋 不吃鞠的话 这个棋相当到位了 点将怎么办呢 走马呢 就拘将 那正常就回向了 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个拘一 将来就是拘四平六 杀棋无几 因为你下不去 又不能飞向 他又跑 看着他拘四平六 你想上马挡 你还动不了 所以呢 眼睁睁看着杀棋 是无几 就包括他马戚进五 你都解不了 所以的话 李来群呀 不得不认输 这排棋呀 正为同获胜 这边就会给你刷复了 再放回去 到哪里 这边就会来 这个拘一